为了感谢台湾对于日本311大地震时的帮助 来自日本的60部古董车骑去高雄 进行环台感恩之旅 高雄市长陈菊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高雄的冬天很温暖 气候宜人 也邀请日本朋友来旅游 享受高雄的阳光 帅气拉风的古董车现身高雄展览馆前 数一数竟然多达60辆 举办过四届的日本古董车大会师活动 首次遗失台湾 第一站抵达台北后展开环台感恩之旅 来到高雄 因为我认为要跟人家道谢 人家一定要看着我 我要看着人家讲才有用 人家才看得到 那所以我就想说用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 就是古董车 也就是古董车 然后用这个古董车做一个媒介 然后来谢谢台湾的朋友们 这次日本古董车环台 其实是为了感谢台湾人 在日本311大地震时对他们的帮助 参与活动的60辆古董车 全是1974年前出厂的车款 有58辆是日本专程海运来台 筹备一年半 最高车龄就有87岁 意义非凡 因为像这样的古董车 在日本也是非常的昂贵宝贝 但是他们觉得说 要号召日本这么多的古董车 到台湾来 绕台湾一周 来跟台湾的人民表达他们的感谢 那我觉得能够促成台湾跟日本之间 更深厚的友谊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市长陈菊也特别出席活动 他热情欢迎日本朋友的造访 他说冬天的高雄 阳光很温暖舒服 非常适合旅游 而一口气看到这么多古董车 阳现场民众大开眼界 港东新闻彭冠英采访报道